大家好我是家俊老师 这一题我们现在去讲的是 7题3.2的第6题 这题也是一样跟鱼式定理有关 跟鱼式定理有关 题目有一个假设的fx 这个多像是哦 这个多像是 当他拿去除以 x-2的时候会得到鱼数是13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上课有讲过 所以如果今天题目这样子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x-2等于0 x-2 代表当我把2这个数字带进去我的多像式的时候 出来的数字就会是鱼式13 以此类推哦 所以后面这个也一样 后面这个的部分就会变成是f 当我带入-3的时候 出现的数字就要是48 所以我们现在会把2 还有-3 都带入进去我们的多像式里面 得到相对应的数字 所以当我把2带进去我的fx里面 我会有3乘上2的平方 加上h乘2加k 他会等于13 所以2的平方是4 4乘3是12 所以我们会有2h加k 等于13-12 也就是1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式 ok 接下去我一样把-3带进去哦 所以我就会有 3乘上-3的平方 加上 -3乘 h乘-3 再加上k 他会等于48 所以3 -3的平方是9 9乘3是27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得到的是 -3 h加k 等于48 -27 也就是21 48 -27 也就是21 ok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式 ok 我们上课的时候的那一题 我们做的是 加减消源法的加消源 这一题因为这边有 正的k 这边也有正的k 所以这一次我们会做 -的消源 我们会把第一式 拿去减区第2式 当我拿第一式减第2式的时候 我会有 2h 减区 -3k -3h ok 2h 减 -3h 然后 k-k 就不见了 右手边 e 减区 20e ok 所以左手边我就会有 2h加3h 变成5h h 等于-20 h 等于-4 好 我们找到hash等于-4之后 我直接在这个地方带入1 ok 带入第一式 所以我就会有 2乘上-4 加k 等于1 所以2乘-4的话是 -8 所以-8 加k 等于1 k 等于9 ok 所以h等于-4 k等于9 然后这一题的题目只要求我们找h h2k而已 h要求我们找h2k 还没有要我们做额外的事哦 h我们做到这里就做完了 如果题目有要求的话我们才去做啊 如果题目有要求 他可能会叫我们再去除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去带其他数字哦 可以题目没有的话 这样就是做到h跟k就好了啦 ok就这样这个是 3.2的第6题